每當我有一些事物 我很想為這件事祈禱的時候 我覺得木曉是很幫到我 因為每一筆過程中要慢 有時會作為一個祈禱的旅程 其實我開始了大概兩年多 最初我也是在Facebook 突然看到別人賣木曉的工具 我覺得很有趣 那是甚麼呢 然後我又看到有些群組 人們做出一些作品 我說我也想試試 因為那時期間我剛剛也有學畫畫 我就想用不同的材料來做 這些是斷木來的 這些是鑽石 這些鑽石也好 有時想做很仔細的就未必好 可以用寫字 或者畫一些很簡單的 或是卡通形的那種 選了木之後 木紋是比較粗造的 我們要拿紗紙磨畫它 之後就把圖印上去 通常有些人喜歡用印水紙 但我自己就喜歡在這個圖像後面 就用一些鉛筆 印上去 然後就把這幅圖固定在木裏 那怎樣印呢 我們就會用一支沒有原子的原子筆 這樣就跟著輪廓畫上去 我記得第一次令我很想做一些事的時候 就是19至20年澳洲發生了大火 令到很多動物 就是無家可歸 以及被燒死 當時我就很想為他們祈禱 為他們祈禱的時候 那時候很自然 我又嘗試用木銷來表達 因為容易畫那個洞的情況 一直畫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個體驗是很深的 因為每一筆的時候 我會覺得 我真的想為這班動物 希望他們能夠安全 這個專門做木銷的筆 做木銷的筆都有不同的筆嘴 這些有一個圓點 這個可以畫直線或者寫字都可以 有些是比較幼的 可以畫一些毛髮 例如做陰影 我會用一些比較粗的 這次的幅畫就是 上智之座 Sate of Wisdom 其實有很多不同圖片 是關於上智之座 但我特別喜歡這一個 因為我覺得聖母是很溫柔 也讓我看到一些意義 因為最近開了學 也需要很多適應 面對著很多挑戰的時候 發覺自己真是不知如何應付 很多時候我都會問 天主為何你會這樣 為何你不是這樣 其實我經常都會問 那我就會記得 是的 有時我自己會說 如果我做天主一定不會這樣 我跟著就告訴自己 因為你不是天主 所以我覺得 我是需要真的有天主的智慧 所以一直做的時候 這個給我很大的啟迪 還有這幅畫 就不是很多很明顯的線條 你會看到 你一直畫的時候 你真的要一筆一筆地來畫 最初我學畫畫的時候 是畫動物為主的 因為那時候看見很多同學 他們想在他們的寵物在世之前 留他們一幅畫 教我畫畫的老師 他自己都曾經說過 他說他曾經很想 為他的貓畫一幅畫 但始終因為太忙了 結果貓都走了 都沒有畫過一幅 所以他覺得很後悔 我又會覺得 如果趁著我 還可以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可以捕捉他們的神情 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當然技巧也是聽老師說的 但是最重要 就是要觀察到他們 日常的生活 有時也看到他們的 不同的表情 就會把他們的性格 表露出在他們的畫上 當然選擇他們的照片 很多時候都有一個特別的挑選 一幅代表他們的 某方面的性格 就會選擇那一幅照片 每一次畫他們的時候 真的有很大的得著 都是一個靈修的經驗 真的要留心周圍的 有生命的東西 這幅畫 大部分都是衣服的摺痕 用陰影就會多些 所以我也是會用闊一點的嘴 所以我只能作出一個魚 然後用魚 現在做底色 可以用幾個方法 以前是試過慢慢燒 但發現不是很均勻 後來我會問他們 他們會說可以用一些火槍 我先用柔點的嘴 來捆給邊緣 先用火槍的口是大一點的 在過程中我學校了 真的要信賴天主 我都頗性急 但是原來在自己的製作過程中 有些東西不能快 是要慢慢來 你初初看來好像沒有分別 原來不是的 過了一段期間是有分別的 這個對我自己的信仰 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另外很多時候 做了出來 我都跟一些有信仰的朋友分享 他們說很感受到一份祈禱的氣氛 我又會覺得如果能夠以這個藝術方面 去作為一個傳福音的途徑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媒介 是一個很大的大浪 木曉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藉著筆的溫度和力度 可以顯出深淺的顏色 令我體會到 生活中所經歷的光暗時刻 都是天主的因詞 亦都可以令生命顯得更加美麗 明天主要是美麗